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免相遇 欲購重促 天地有正氣 你們兩個混蛋 碎到鼻 獨立思考 思考獨立 一個時機 捲土再起 天地有正氣 主持 姚冠東 阿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星期五晚 天地有正氣的直播時段 有阿冬 很重複的阿冬 和阿輝 我發覺網友都很現實 多些嘉賓 甚至是女嘉賓 的視頻數比較高 這些是說的 這些是接受的 我做了網台十年 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 不過 這個禮拜實在發生了 太多震撼的事 真的震撼的 上個禮拜五打 好像每一天都好像 這一兩天就少一點 靜一點 今天和昨天靜一點 雖然是靜一點 雖然是靜一點 但其實也不是靜的 因為很多事情都在發生 今個禮拜有什麼事 先說一下 其實今個禮拜頭 有警方高調進入一集團的大樓 他就拘捕了黎智英 拘捕了黎智英 還有他們兩個兒子 黎健恩和黎好恩 還有蘋果日報的高層 包括老總張劍雄 俗稱沙膽雄 同一晚拘捕了周庭 是一個前香港眾志的成員 變成了一宗國際新聞 香港人怎樣回應呢 亦都用這個撐蘋果的實體報 和撐蘋果的股票 而作為一個聲援也好 其實也不算反抗 一個支持 一種表態的支持 這個禮拜頭發生了一件比較大的事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人大常委會 終於決定了第六屆立法會的去向 或者在這一年的立法會的真空期 到底是怎樣處理呢 人大常委會也作出了一個決議 第三件事就是疫情方面 疫情就好像有所回落 由三位數字到兩位數字 持續了很多天的兩位數字 亦都進一步回落到 有兩天是有四十多的 今天也是四十多的 好像是三十多 沒有看的 但是在這個疫情回落的同時 建制派亦都向港共政權推動 一個叫做健康碼 類似大陸的健康碼制度 安的名字很好聽 叫做港康碼 這件事也有一番討論 第四件事當然就是 自從人大常委會 回頭了 自從人大常委會決定了 將第六屆立法會 延任一年就是變相成立 臨時立法會2.0 那時候竟然有 以前一直都說 復稱激進派的鄭崇泰 立法會員鄭崇泰率先出來表態 現在其實泛民主派都沒有叫做表態 暫時還沒有 但是消息流出來說 想是 是不是又要經過一個傳聞的公投呢 這樣呢 很多人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 你說真正說了會入 這個臨時立法會2.0 就只有鄭崇泰一個 但是雖則是這麼說 不過 你看回特別的 黑暗出來就是 例如蔡子強、馬惡這些 這些所謂學者 他們都傾向是 叫做 既然現在全體 人大常委會決定就是全體留任 現任 它不是叫做留任 其實都在吹風 就是說 那不如也進回吧 看到泛民主派的傾向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要進去 有一個叫什麼鬼呢 有一個泛民主派的人士 他說進去獨眼獨鼻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 他真是獨眼獨鼻 我忘記了 什麼鬼 我先找一下 可以你繼續 好 所以 今個星期發生的事 都是真的多 這麼多事 簡直是多事之周 不是多事之秋 我們應該怎樣去說 由哪一件事 當然 按時序計的就是 其實國際上都發生了很多事 國際其實都是 首先說 現在其實有好幾個地方 都是一些抗爭 或者是醞釀 抗爭或者醞釀一些抗爭 包括 例如現在已經打到七彩的白俄羅斯 黎巴嫩 其實 白俄羅斯是一件什麼事 可能很多人都 他真的 他喜歡在這個中數 其實是不是只是這個中數 我一開咪他就來了 即是你平時就沒有 又來了 有來電顯示又來了 平時沒有 通常我是開咪的時候 他現在每天都打來的 其實每天都打來的 很掛念你 尤其是沒有 打來他就 都說過那些事情 讓你聽一下 不信 說說說說說說 又不敢說 尤其是 這位聽眾 尤其是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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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電話是開的 第三次聽你的電話 你是不是尤其是打到夠 看看誰會大聲一點 是不是 你尤其是神經病 好 那我們說回國際上 我們很快地高呼一下國際線 白俄羅斯是一件什麼事 當然就是這個 總統的選舉 白俄羅斯的示威 已經持續了幾天 也是受抗議這個總統 白俄羅斯的總統 由新入 也是受抗議這個總統 白俄羅斯的總統 共同祖先就是阿伯拉罕的名字 來做這個協議的內容 這件事 有人就說 會不會是特朗普 當然是經美國去促成 大家的背景 可能會很迷幻 為何會在亞聯遊 跟以色列建交 都不是一件什麼事 但雖然知道 其實以色列自1948年 去復國之後 跟周邊的阿拉伯國家 完全不友好 是敵對國 因為所有的阿拉伯國家 覺得 1948年的以色列復國 就是侵害他們的阿拉伯人的土地 這是由美國為首 由美國為首 或者叫做當時的聯合國為首 去給猶太人 在現在的以色列地區復國 這件事對於阿拉伯人來說 是一個極端的侵犯 所以自從那時候開始 也打了幾場仗 就是六日戰爭和贖罪日戰爭 其實也打了很多場 經歷了這麼多年 還要輸掉 阿拉伯人都輸掉給以色列 以色列打完這場仗 領土擴大了三倍 所以一直以來 阿拉伯人都是仇恨以色列的 大家本來都說了 不會跟以色列建交 所有阿拉伯整個中東地區 阿拉伯國家 就不會跟以色列建交 集體杯葛 但是經過美國的滑船 其實現在埃及 還有一個忘記了 埃及和阿拉伯國家 真的忘記了 現在加上最新的阿聯酋 推動了中東的和平進程 可以這樣說 也是特朗普 也有很多人在說 其實是一個特朗普 11月的選舉工程之一 現在國策 世界很厲害 但是在南海 還有很多俄羅斯派 還未能打 他們自己本土的事情 其實是做很多事情 他們現在的失業率 是不斷下降的 創造的就業是以十萬計 即是你老母 你這些藍永 你食屎 紅永藍永 這些垃圾 你老母 他還要說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漏了去描述 今天星期還有就是 美國對香港11個官員的制裁 本來上個 剛剛我們星期五正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星期五正在做節目的時候 就有Losing 11的出現 我也替他們很慘 你老母 你林鄭月娥說了一句話 一笑自知 癡之以鼻 你老母 你知不知道現在自己是一個什麼的處境 我都不 我都廢話事發火 你癡之以鼻 你一笑自知 我現在講到這件事 我就先批評這件事 好啊 除了制裁他就是一個人 之外 其實還有這個星期 就說以後 所有香港產品 不能夠叫自己 Made in Hong Kong 即是MIHK已死 你全家產出來 吃便宜就是 吃屎 Conán 吃屎 八年的品牌 appropri活 Beh in 一百百七十年的品牌 Made in Hong Kong 雖然好像可是有台同ują Made in Hong Kong 就是善家產了 正式壽蹤正寢 就是你Made in Hong Kong 所有香港出產的產品 輸到美国 全部都是當seen Made in China 那你還可以輸到歐洲 那就不需要擔心了 除非歐洲是否跟機 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覺得 至少歐洲五眼等 全部都會跟機 正常來說都是 因為在今週五眼聯盟出了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的內容就是 五眼聯盟就是美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美國 這五個都是英語系統的國家 聲明說香港政府不公正地取得DQ候選人 不適當地推遲立法會選舉 這些都是破壞香港的穩定與繁榮 至關重要的民主進程 而北京新實施的國安法 侵害香港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這個聲明 更加明顯是一份警告 已經是一個警告 就是這五個聯盟一定是團結在一起 至於步伐是否一致 還是有前後腳 我相信也是時間的問題 好像有網友說聲音有問題 是 我幫我找阿Nale 沒有問題 其實林鄭月娥 你知不知道第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現在自己有什麼身分 你現在和中非獨裁者 和恐怖分子 現在是同一個層次 是西非獨裁者 西非獨裁者 你知不知道那個制裁不是你 不去美國 不是你不用美國科 或者在美國沒有銀行戶口 你就沒有什麼事 現在逐步出來了 無論是保險公司 在香港運作的保險公司 和銀行 現在大家都一起研究 應該是凍結你們的戶口 尤其是一個最可恥的 就是中國銀行香港 喂 你是一間國家的銀行 你是祖國的 偉大祖國的一間銀行 你竟然是配合美國 實施這個制裁 這是兩顏色 保險公司也好 所有香港的銀行也好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兩顏色 你作為一個機構 你當然在美國有生意 但是如果 大家都知道 當時制裁伊朗的時候 大家知道哪些銀行 匯豐都跟伊朗 可能有生意的往來 立即被人屌你 又要美國政府控告他 除了 除了你要沒有了美國的業務之外 這些跨國銀行 這些大間銀行 如果你繼續跟這些被制裁的 香港官員做生意 你除了會面臨美國的生意之外 還要面臨美國政府的控告 所以其實很嚴重的 所以 你在香港說 香港的生意沒有辦法 其實不是沒有辦法的 你現在就是兩顏色 你們的銀行高層 你都要小心 你配合美國的制裁 或者你搞這些事情 可能是抵觸了國安法 絕對抵觸了 香港現在在2020年7月1日之後 實施的國安法 你是完全抵觸了 第二件事就是 我現在鄭重地 問一問 到底林鄭月娥的小孩去哪裡 我真的很想問 因為本身說 他在美國哈佛讀書 讀博士 其實也挺厲害 哈佛讀博士 不是那麼容易 就在宣佈制裁的同一天 好像就是 然後 也有一些烏味 就說 他好像突然之間 人間蒸發了 那些隨身物件 幾乎都是懸風不動的 就留在一間房間裡 很瘡黃很瘡黃 就走了 至於他現在在哪裡呢 有些傳聞就說 應該可能在山陣 這個不是傳聞 這個很重要的 你現在 面對美國的制裁 面對這個美帝 粗暴干涉 這個中國內政 是不是 那你作為行政長官 你連自己的兒子都保護不到 那你就不免問 一切只是為國家 添煩添亂的話 那你怎樣是忠於國家呢 喂 他忠於 現在我很擔心你的兒子 是不是 你應該屌你了 威這些 走出來說 沒有 我現在 我的兒子 不再在美帝這些 侵害我們國家主權的地方讀書了 他的博士學位 即將就在北京大學那裡繼續 或者在清華大學那裡繼續 或者在上海復旦大學那裡繼續 這個博士的學位 因為他將來就要建設國家 所以現在他人呢 就在北京那裡 就準備入學 繼續這個博士的學業了 這樣就有型 還要高調 他要高調見人 是不是 這樣才顯露到國威 而不是要像這樣 床頭露尾都不知道怎樣 你說一笑致肢的嘛 你說致肢以鼻的嘛 那你幹嘛這麼害怕 就叫兒子馬上回來 不用了 是不是 甚至你兒子也不用了回來 是不是 即是你這個是無理的制裁 是啊 你既然覺得這個制裁是無理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要動他 那不需要的 他就繼續拿一個讀書 我現在很擔心你的兒子 是被中情局抓了 你明白嗎 被CIA夾了 你到底是被 你什麼國家的人 去救了他 還是被你美帝CIA 去抓了他 嚴刑逼供之下 原來你什麼 把他媽媽的東西 全都爆出來 這樣是危害國家安全的 大哥 我作為香港人很擔心 就是不可以落在敵國手中的 當然不行啊 神經病 怎麼都要回來 其實已經是回了北京 被北京問華 其實他有沒有勾結外國勢力 你不知道 媽媽是愛國而已 兒子可能不愛國 兒子可能是美帝 你不敢站在那些東西 對不對 即是老蕭和老蕭的兒子 都不友善 即是和大家的政治處都不同 我和我爸爸的政治處都不同 我爸爸是男到發黑的 是不是 即是我自己是王都急的 原則就是林若禧 是手足來的 可能是手足來的 應該不敢擔心 是國際線 是啊 所以現在這個制裁 你也別說瘋子以鼻啊 大哥 我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阿禧仔 有些人還要擔心他的性取向 即是說他的性取向 我覺得是無聊的 有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這個世界 但問題是 我真的很擔心 現在的人身安全 所以 我敦促香港政府 你早點說 林鄭的兒子是沒有人的 兒子 高調出來 威威水水 威威水水 沒有 沒有被美帝制裁 我們國家很強大 現在我們用這個突擊隊 就把他救走了 不讓他落在美帝的手中 這樣貫徹我們的 只要有中國護照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可以救到你回來 雖遠必住 雖遠必救 我現在很擔心 林若禧 我很擔心他的人身安全 你想想 齊恩 梁齊恩 這麼懷疑 前特首 梁振英 都可以在鏡頭面前 任他打他媽媽 扣他媽媽 所以林鄭 你要學梁振英這件事 學一下他的精神 家醜 家醜 家醜都外傳 全城監察 龍客 好像當時我們全城看到的 沒有被避免 家醜都外傳 是吧 看到的 齊恩 是這樣刮她媽媽的 對 然後她媽媽和她的小女兒 又擺明 走進她的機場 說不檢測 她那個 沒有問題 是呀 那些維犯完全 大家看到 完全被你公開監察 林鄭這下 真的做得不夠 所以林鄭你這下 就不可以了 你作為一個特區行政首長 現在 我很擔心 你個人和家人的安全 我怕美帝 尷尬你到尾干預 香港內政 尷尬到封鎖了 因為他們可以的 因為他們正在制裁的人 其實好像朱薩拉燈一樣 他們真的須遠必豬 不理你 我最近看到荷里活的 尷尬那些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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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拜前也有一些新聞 好像伊朗和伊拉克那邊 有一個獨裁者 一個武裝組織的領袖 都是在車上 招呼的 對呀 一夜那些雷尬 我記得是一個禮拜前的新聞 真的 你不知道美帝做了什麼 他們亡我之心不死 你知道嗎 美帝 所以我覺得 維護國家安全 你一定要把林若熙交出來 告訴大家 她安全無事 令到香港人安心 更加可以跟國際說 我們有了國安法 你看看多安全 是吧 是要這樣嘛 是嗎 所以真的 這件事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了 第二件事 關於這個制裁 當然是香港製造 香港製造的問題 講一講一講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8月11日發出最新的規定 由9月25日起 所有香港製造進口的商品 不可以標記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並必須標記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 作為其來源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 是今天 是今天來的 今天下午 跟商會會面之後 跟商會會見記者 批評美方指白為黑 與事實不符 形容美方做法野蠻 無視事實 予以嚴厲而譴責 和全面的反對 邱騰華認為 美國單方面的新規例 並不符合 世貿有關產地來源的規則 強調香港有權使用 香港製造的標籤 擔心美方 藉此實施貿易及關稅壁壘 但暫時未見美方實施 新程序或新資料 他指當局正在研究採取 保維護自身利益的行動 包括在世貿現有框架裡採取行動 至於對本港的影響方面 邱騰華指 本港每年出口至美國的 香港製造產品 不足40億元 去年僅僅是37億 佔總出口少於0.1% 受影響的行業 包括珠寶、女材、藥品、食品 影響輕微 亦不廣泛 被問到商會會否跟隨美方的做法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宗賢表示 德式若違反美方的規定會被罰款 現時將會與美國律師、買家、進口團體等商討 商討未來的做法 若有進一步的做法 是會與局長溝通的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認為 美國的新措施是會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例如需要更改企業標誌和武具 批評美國的試試做法過分了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個所謂的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 你批評美國的做法過分了 那為什麼人家會制裁你呢? 為什麼人家會取消Mate in Hong Kong這個標籤呢? 我想問一下你 原因是什麼呢? 是誰搞《國安法》出來的呢? 是誰令香港現在這麼混亂的呢? 是誰過分了呢? 你這個三個字過分了 是不是應該問問林鄭月娥 為什麼你過分了呢? 你講到這麼少影響了 只有0.1% 那又怎會過分了 那你理解他吧 0.1% 那麼微不足度你理解他吧 你只是批評沙中線那條 你爆數那條數也未能夠 37億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現在是刁牙的 37億 是不是? 既然 既然也批評不了痛處 刺不了你 你不用開記招 你不用跟邱騰華回面 其實幾個 因為傳出取消Mate in Hong Kong 這件事之後 不單是邱騰華 其實林鄭也出過來說話了 幾個高司局長也有說過 既然這麼小的影響 你為什麼要理解他呢? 還有我跟你說 你講這些數字出來 是騙人的 屌你老母 不是這些數字不真確嗎? 現在不是計算數字 現在計算整個品牌的形象 你負面香港去不了美國 那其他國家會屌你什麼 屌你歐洲呢? 其他國家呢? 你沒有屌你香港的品牌 你現在是 屌你老母 你是在影響整個香港的所有製造業 整個進出口界 大哥 整個進出口業是受到影響的 現在是 不是你看到那37億 和佔多少個百分比 香港特區政府想法 就是 永遠的數字出來 不是很多 但是有些東西 不是數字 可以告訴你 我會影響的 你是令到很多香港 努力了半個世紀的品牌 現在屌你了 一夜過打柴 跟你祖國屌 分享大灣區榮耀 現在是 好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很正常的 例如上海製造的東西 東莞製造的東西 不會寫東北製造的 不會的 那麼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 那當然是什麼樣子是中國的 當然 這是未來我們的大方向 所以我覺得 你邱騰華就是 你賣國賊 你就是鼓吹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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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邱騰華 你就鼓吹港獨 是不是 什麼東西叫 什麼東西叫 美方指白為黑 與事實不符 怎麼會不符 香港是不是中國 香港是中國 如果那個邏輯是 香港是中國 如果製造在中國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而且你說指白為黑 是什麼意思 香港 就是暗月 香港是黑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休息一下 是不是 你賣國賊 國安就拘捕他 這些 立刻拘捕他 這些 是不是 這個 又說別人還沒有實施申請 你剛剛宣佈 你說什麼新程序 新規則 別人叫你 慢慢搞你 還有你說什麼 世貿框架 又是叫你 什麼謊言 你說世貿框架 真的笑死人 大家都知道 世貿 自從中國進了世貿之後 你都知道 美國已經要退出世貿 要整個另一個世貿出來 就是你幫人在玩 你幫人在搞 你都不尊重合約精神 所有事情都是亂來的 完全不… 他本身 讓你入世貿的時候 談過的一些合約 全部都沒有兌現過 是 所以現在就是別人 現在就是 告訴你 他要這樣做 這個很好笑的 這個很好笑 竟然 我有一天 駕駛車 聽到南永的節目 就說 你不要聽他了 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要吵架 去駁斥他的觀點 我就在這個節目 跟南永在他自己的節目 說什麼呢 他說什麼呢 喂 你們這些本土派 現在不是應該出來 譴責美國嗎 因為現在人家沒有了你 你們不是經常說 要做香港 香港不是中國 要分析 香港和中國 你們一向是這麼說的嗎 為什麼美國人 現在不讓你做香港 為何你又不出來反抗 你又不出來說 平時的本土派 說這些話 吵架你了 南永 這樣就是顯得你無知 吵架你了 我們現在 吵架你了 他們擁抱攬炒 擁抱攬炒 現在這個是制裁 你不要吵架你了 你是暗糕的嗎 你是暗糕的嗎 這是制裁 我推介一下 黃永先生 可以來買我們台長的著作 香港攬炒之城 你看完你就明白了 對 不懂得多看一些書 南永 整天在那裡勾講 只會出口 吵架你 林鄭我 不懂得多看一些書 擦鞋子 是不會上位的 吵架你了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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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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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被一個官你做的 你放下心 你要擦 要擦 要擦駱惠寧 擦高一點 現在國安法實施了 各大國家是一切的 你只會擦 林太太前 林太太後 是沒有用的 吵架你了 你醒醒吧 香港要反抗 有多多網民 不知有多開心 一聽到這個消息 當然 你做時事節目 你接不接地氣 吵架你了 吵架你了 真的 我真的不想浪費時間 吵架這些垃圾 他經常說 他們五毛錢一口的評論 即是我們周圍的評論 吵架 我們五毛錢一口 也不值 吵架 五毛錢也不值 我們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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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淫微言興 我搖灌東是垃圾 我搖灌東是loving 我是no body 是不是 關什麼事 所以 這個 所謂《Made in Hong Kong》 就是一場鬧劇 我覺得將會 將會 將來 有更多更多的 制裁 所以 我勸你 特區政府 請求你 你拿到頭阿厲害 吵架你 你告訴市民 你有什麼解決方法 然後 他說 我們就是 研究 採取 維護自身利益的行動 什麼行動 吵架你 符架你 貨物衣服 好 給個例子行不行啊 然後又說 包括在世貿框架現有採取行動 什麼行動在哪方面啊 是不是禁止香港售賣蘋果Apple機啊 是不是去屌你老母 叫國安去查封Apple Shop啊 研究一個走私的渠道 用走私的東西過去 就可以了 要搞定了 還是什麼做在Hong Kong China 其實裡面是牽涉到一連串的 雖然你說說得好像很微不足道 只有很少而已 0.1% 其實牽涉著很多很多的連帶關係連鎖效應 那你面對制裁你怎樣幫商界呢 是不是 很簡單 如果我是中華廠商會吳鴻賓 屌你老母 我問你屌你 現在搞成這樣 你怎樣 政府有什麼對策 幫我們所有的生產 你沒有 其實沒有對策 雖然我們當然知道 過了千禧年後 其實香港的製造業 其實真的佔GDP是少的 但是進出口轉口的方面 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你們都知道 很多外國的國家 對於中國製造的產品 本來的信心都不是很大的 特別是可能一些敏感性 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那些其實一直在做的走法就是 來香港 可能香港有一間公司 來香港走一轉 轉個手 然後出了街 然後就貼回香港的類型 即是這些古額招 現在你這些招都沒有的時候 影響全國企 全國企 全國的出口業 是啊 其實這個象徵意義就是 將你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出口 那個窗封了 裡面牽涉到的連帶關係 已經不單止是製造業 不是進口 其實是進出口 轉手貿易 各樣東西都已經是影響到 換句話說 可能到時候 你已經不是說 什麼框架之內申請了 是你大陸的公司 大陸的公司都已經撤出了 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已經 即是你怎麼幫國家 去解決這個這麼鬧窠的問題 好 稍後回來見